中国第一保镖,4000美元一小时,20多年龄失误。 这是李旭,生于一个武术世家,从小就开始练武术、拳击、散打等任何与武术相关的东西,他都回去学。 小时候练铁砂掌,常常把手打得又红又肿,家里人也告诫他,不能随便用这门功夫。 后来家里盖房子,找不到切砖头的工具,这时李旭想起自己练过铁砂掌,于是就用铁砂掌断砖。 很成功,李旭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在中东讨生活,当时他的宝人叫他去表演武术,虽然不愿意,但是不得不干。 于是,他就表演了朝天灯,有人就说他不会武功,没人想到有人会拿着匕首冲上来刺他。 后来被李旭用自己的武术顺利的话解了,后来很多人听说了这件事,就纷纷要拜他为师。 后来,李旭为了提升自己去进修了,还成了美国政要保护学院,成立以来的第一位中国学员,参加特种军事训练,为多位大咖提供保护。 李旭也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,不会紧漏雇主的相关信息,非常禁止。 李旭趁保镖是一个高风险高收入的职业,最高结过一次的任务是每小时四千美元。 不过,这种高收费,只有在高危险的国家才有,想国内价格也不会太高。 李旭称为中国第一保镖,他不仅会舞也会文,他出货两本书,一本是中国第一保镖,一本是我的安全我做主,都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,也较到读者学会保护自我,有着安全防范意识。 李旭还有自己一个保镖团队,叫九命,名字来源于民间猫有九条命的说法,也代表了李旭团队敏锐,英勇的特点。 李旭团队敏锐,英勇的特点。